《以師貼記》第三章 這至以後 阿哈徐老王抬舉阿甲族 哈米大他的兒子哈曼 使他高升 叫他的著為超過與他同時的一切神宰 在朝門的一切神伯 都跪拜哈曼 因為王如此吩咐 唯獨沒底改不跪不敗 在朝門的神伯問沒底改說 你為何違背王的命令呢 他們天天勸他 他還事不聽 他們就告訴哈曼 要看沒底改的事站得住站不住 因他已經告訴他們自己是猶大人 哈曼見沒底改不跪不敗 他就怒氣填空 他們已將沒底改的本族告訴哈曼 他以為下手害沒底改一人是小事 就要滅絕阿哈徐老王通國 所有的猶大人 就是沒底改的本族 阿哈徐老王十二年征月 就是尼山月 人在哈曼面前 按日日月月祭溥爾 就是祭簽 要定何月何日為吉 責定了十二月就是阿達月 哈曼對阿哈徐老王說 有一種民散居在皇國各省的民中 他們的律例與萬民的律例不同 也不守皇的律例 所以容留他們與皇無益 皇若以為美 請下旨意滅絕他們 我就捐一萬他連得銀子 交給掌管各堂的人 納入皇的府府 於是皇從自己手上摘下戒指 吸由大人的仇敵 雅甲族哈米大他的兒子哈曼 皇對哈曼說 這銀子仍賜給你 這文也交給你 你可以隨意待他們 正月十三日 就照了皇的書記來 照著哈曼一切所吩咐的 用各省的文字 各族的謊言 奉雅哈徐老皇的名寫旨意 傳與總督和各省的省長 並各族的首領 又用皇的戒指蓋印 交給易卒傳到皇的各省 吩咐將由大人 無論老少婦女孩子 在一日之間 十二月就是雅達月十三日 全然剪除 殺戮滅絕 並奪他們的財為略物 抄陸者旨意 頒行各省 宣告各族 使他們預備等候那日 亦若奉皇命急忙起行 旨意也傳遍書山城 皇同哈曼座下喝酒 書山城的文 卻都慌亂 時他倒楣 緣